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BillyTalk 今天想說一些關於戶客服務的問題 話說昨天我在加幣的RRSP 退休儲蓄計劃的戶口 做了一個美金交換 做美金交換 通常要做一個叫做Wash Tray 打電話上去銀行 因為它本身是加幣 但它有一個服務可以抵消了美金交換 來將它變換成金交換 我太忙了 忘記做了 通常一般銀行就有 無論你在三天交收之前做Wash Tray 就可以了 但唯獨是這個匯豐銀行做不到 於是我打電話上去看看 可不可以遲一天這樣做 當然是不可以的 然後我其實沒有任何動氣 因為我知道自己已經出事了 然後我打電話上去問 其實你其他銀行是做到的 為什麼你做不到 或者你有沒有想過改善一下 雖然那個戶客服務 他很專業 非常禮貌 有善地說 就告訴我 對不起 因為我們 不是 他沒有說對不起 他說 這個是不同的銀行 就有不同的制度和做法的 我們銀行就是一天的 這個答案 其實我是非常不滿意的 原因是因為 他兩三年都做不到 我們應該這麼說 從第一天都做不到這個服務 其實你可以說 顧客最終都是有責任和錯的 我是錯的 這次是成立的 但問題是 為什麼會錯 是因為他不改善 而他做的方式是 就是超級不userfanny 那很多時候 你可不可以說 我仍然都是用人手來入帳的 其他公司用電腦就是制度的問題 no it's not制度問題 是你不改進的問題 所以長遠來說 為什麼匯豐很多時候 會流失客戶各方面 某程度上是關於制度問題 那你應該改制度 或者你關於你的服務不夠更新的問題 各方面 那你又應該要改變 和更新你的服務 你可能要付多些的錢 去upgrade你的IT system 又或者是做一些人事上的調動改變 那這個是勢所必然 如果不然只會更加流失 基本的客戶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人還留在匯豐 我想是因為他海外資產 多數都是在中國 香港各方面 那他有時候可能要調來調去 尤其是做international trade 那些人多數都會留在那裡 那所以變成這個是 他們值得檢討的一件事 那幾年前我去歐洲旅行 那我就去意大利 那又是遇到一個同類型的服務問題 話說我去歐洲第一次去動物園的時候 那我就經過幾個國家 那最後一個國家清關 那which is no problem 那但是去意大利的時候 因為只是去了意大利 那於是原來那個清關 就要在機場 入了機場裡面做清關 那機場外面是沒有得清關的 那於是 那於是 一定要拿一件貨出來 就不可以 你 你 說你自己的單是多少就多少 那於是 因為那個 不懂法例的問題 那於是 那於是我 寄了倉 之後呢 才醒起 哎呀 我糟糕了 我 我要拿一件貨出來 那 那 那個問題就是 我那時候搭Air Transing 那他就 其實那個服務員呢 他純粹就問我 你有沒有帶危險品 有沒有帶一些半年經過的東西 那些行李是否你自己包 那於是 然後就寄創 然後一扔上行李 我就告訴他 喂 那我Goku Custom 有什麼特別條例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條例就是 你要拿一些貨出來 然後我說 喂 那現在正在送行李帶 然後那個人就發脾氣 就說 Oh I can't help you Why don't you tell me earlier It's too late 那 喂 我顧客不懂的 但是那個問題是 航空公司其實為什麼 你既然問開 底莊有幾條必答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可以包一條問題 就是說 你又沒有清關 如果清關的 你要拿一些行李出來 那其實就已經解決了一個問題 最後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給了百多元稅 我會覺得 有很多細節上的事情 其實如果那間公司 是做得貼底一點點的 就可以resource很多科目 否則 我稱呼它為一個 不forgive的 一些policy 或者一些服務 就是 你仍然可以理直氣壯說 對方是錯 顧客是錯的 我亦都不是贊成 顧客永遠是對的 我不是想說這件事 但是問題就是 只要有一點點的改動 你就已經將你的服務提升了很多 而避免了很多disaster 一些公司值得去考慮這些細節 做得貼心一點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